脑出血患者能活多久 中蟒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脑出血大部分来说 我们老百姓都认为 只要脑子里有出血 它都叫脑出血 但是脑出血实际来说 是有很多种原因的 比如说外伤造成脑出血 比如说自发性的脑出血 比如说中蟒下降出血 比如说肿瘤 瘤足中造成的脑出血 它都是脑出血 所以就要看脑出血 它引起了神经损伤究竟有多重 比如说外伤性脑出血 它仅仅来说 只是皮疼局部点状的挫伤 那么来说患者 可能不遗留任何的神经 功能缺损症状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常常所认为的 高血压脑出血 高血压脑出血往往会引起来说 肢体的活动障碍 比如说重者也会昏迷 如果说高血压脑出血出血量很少 而且部位主要位于皮层 或者说位于肌底结区 那么来说它可以不留任何的后遗症 患者往往会活得很好 但是如果高血压脑出血的部位位于脑干 比如说脑出血部位出血量特别大 位于肌底结区 那么来说患者来的时候是一个身分泌状态 那么来说患者往往育后不佳 生存质量与你的护理与你的治疗可能都很有关系 专家提示 1. 主要看脑出血引起的神经损伤究竟有多重 2. 外伤性脑出血 仅是皮层局部点状的挫伤 患者可能不遗留任何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 3. 高血压脑出血出血量很少 血部位主要位于皮层或肌底结区 可以不留任何的后遗症 4. 高血压脑出血的部位位于脑干 出血量特别大位于肌底结区 患者往往育后不佳 生存质量与护理治疗有关系 4. 高血压脑出血量